你敢信吗?这些刚喷出的小鱼仔,全部是宫的。 见过罗飞鱼泛滥的人就会发现,浮在河流上方的千千万,几乎都长不大。 养殖场里长是喜人的罗飞鱼,是为激素长大的吗?不可否认, 它们的来历还真跟激素有关系。 为了得到能长大的鱼,养殖户不得不使出了一些手段,工人把一勺不明粉末,用水稀释。 随后喂给了一批,精选出来的小宫鱼,别以为它们是什么天选之子。 随着日积月累的特殊喂养,小鱼仔被迫长成了鱼妖,罗飞鱼可以在热带横行霸道。 除了出色的带娃本领外,雌鱼自带蓝buff,还没长到二两种,就开始开枝散叶。 成熟早生的多,臭水沟污水渠一样活得很好,泛滥是必然的。 生产力惊人的雌鱼,在养殖场并不受欢迎,它们比公鱼生长速度慢,而且大部分很难长得大。 雌鱼带娃期间会停止进食,而且一年连生几胎。 长肉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,那么变性的应该是雌鱼。 为何受伤的却是公鱼? 以前有人为了养大罗飞,还真会给它们的食物里面加料。 在激素的作用下,雌鱼不会产卵专心长肉,然而兜了个圈。 添加的东西,却是给人消化了,最终还是给公鱼变性,拯救了罗飞的养殖事业。 几个月后,工人把质变的公鱼和正常的公鱼关在一起。 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,它们的肚子逐渐变大,除了染色体是XY,雌性该有的本事。 它们一个没少,时机一到,它们开始麻利地下起了蛋。 鱼妖生产期间,正常的公鱼会守候一旁,趁着鱼卵新鲜热辣,立马上去补浆。 为了不让鱼卵成为别的生物的小点心,鱼妖把鱼卵含进嘴里,才继续生产下一批蛋。 常见的罗飞都是口服鱼,由雌鱼负责带娃,分批产卵受精,可以让鱼卵的受精率更高。 这些有两条公鱼产生的后代,其中一种就是全熊罗飞出现的关键。 跟人一样,罗飞的性别由一对XY染色体决定,只要染色体中有一条Y染色体,那么鱼就是公的。 两条公鱼结合会产生一种YY染色体的公鱼。 这种超熊鱼,无论跟什么性别的罗飞结合,后代只有熊性,另外超熊鱼只能用于养殖,放归野外会影响生态。 工人把鱼卵收集起来,随后进行孵化。 在这盆鱼苗里,超熊的鱼苗只占四分之一,等到它们长大一点,工人就把鱼苗里面的雌鱼拿掉。 罗飞鱼可以通过腹部的这几个孔,区分公母,用点小力按压罗飞鱼的腹部,露出生殖孔的是雌鱼,没有的就是公鱼。 简单来说,就是两点公三点母,而从公鱼里面找出超熊鱼,你觉得该怎么做吗? 工人把雁鸣正身的超熊鱼,放进带有编码的水盆,随后就给它们植入相同编号的芯片。 凭着这串数字,它们正式入了编制,随之而来的是,想之不尽地交其美切,遗憾的是,它们并非自愿。 与此同时,工人从户外的鱼塘,开始帮它们挑选家里,把个大精神好的雌鱼挑选出来。 一般情况下,雌鱼个头越大,产卵量就越高,后代体型也不会小。 为了以后取卵方便区分公母,一部分雌鱼被剪掉一边凶齐,虽然行动受限,但并不影响它们的生产力。 另一边,工人精心喂种鱼,挑选了一处荤房,鱼塘放干水后,用石灰粉等消毒剂进行泼洒。 暴晒几天,紧接着引进干净的河水,超雄鱼非常金贵,必须给它们提供宜居的环境,等到一切准备就绪。 工人就以一公配三亩的比例,把种鱼放进池塘,它们会在这里自由恋爱,找到喜欢的对象,然后为养殖事业做贡献。 在很多地方,罗飞鱼五月左右就开始进入繁殖季。 在中年炎热的热带地区,它们则全年无休,一胎接着一胎,这个不大的种池,每年能产出数百万尾鱼苗。 两个星期后,新一轮的抢娃大战开始了,雌鱼自知不是工人的对手,但一有机会,它们就会张开背部的几次。 刺穿工人的手指,工人把种鱼全部赶到王里,成家较早的雌鱼,鱼卵已经孵化,嘴里都是小鱼,工人掰开鱼嘴,把鱼卵和鱼苗分开收集,分别把它们倒在不同颜色的桶里。 此鱼一胎能生下上千枚卵,跟其他鱼类,一胎动辄几十上百万枚卵相比,它们的产卵量实属不高,但罗飞鱼卵的个头很大,这就意味着,鱼卵能提供足够的营养,让胚胎完成蜕变。 另外,罗飞鱼父母非常有责任心,孵化期间,工鱼负责守护,此鱼就把鱼卵含在嘴里照料。 在此期间,此鱼会停止进食,直到鱼苗拥有独立游泳的能力。 因此,就算在危机四伏的野外,罗飞鱼的成活率也不低,在养殖场里,有奶妈照顾,那就更高了。 抛去夺子之恨不说,鱼卵鱼苗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,此鱼也能重新进食,恢复身体。 工人把一桶桶鱼卵混合物,搬回了孵化室,紧接着用水重复冲开稀释,把浮在上面的鱼苗分离出来。 这些小苗非常脆弱,需要放进浴苗盆进行特殊照料。 在这里,他们每天能享受新鲜的活水,饿了有高蛋白的粉末饲料。 在热带高温的加持下,他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,等到他们达到一厘米左右,工人就把他们转移到大一点的池子。 而分离出来的鱼卵则到了另一个地方,把他们按量分配到不同的孵化箱。 翻滚的水流,合适的温度,甚至比雌鱼口中更舒适。 不用多久,鱼卵就开始一批接着一批孵化。 新生的鱼苗在浮力的作用下,被拖到水面,然后沿着水流,奔向孵化箱下方的盆子。 通过这种设计,工人省去了取苗的烦恼,又能获得活力十足的鱼苗。 在苗场待了一个半月左右,长度达到四五厘米的小鱼,就能前往鱼塘生活。 工人把他们分批装进塑料袋,充养后,直接送到户外的鱼塘。 塑料袋会在塘里泡上一回,让小鱼熟悉一下池塘的环境。 随后按每亩三千条到五千条的密度,把他们留在鱼生最幸福的一站。 鱼塘的放养密度,一般取决于安淡处理以及供养。 只要设备到位,几十个平方,也能养出几千条罗飞。 世界上的罗飞鱼有上百种,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抗病力强不易生病。 不出意外的话,五厘米长的鱼苗,长到一斤,只要四到五个月。 作为中下层的鱼类,如果不是天气反常,水体闷热缺氧,一般不会出现在水面。 但在养殖场,它们每天都会来到水面一举,那是饭点到了。 成千上万的罗飞鱼,听到工人的脚步声,就会往岸边游,纷纷张开鱼嘴,嗷嗷待哺,生怕自己抢不到食物。 它们的担心是多余的,为了让鱼快快长大,工人恨不得直接把饲料往鱼嘴里塞。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,温度和食物,决定生长速度。 作为杂食动物,罗飞虽然什么都吃,而吃肉比吃素,长得明显快很多。 虽然它们卖价不高,养殖场为了快速收获,还是给它们安排了一些。 参合了动物蛋白的鱼饲料,食物管购还不行,好水出好鱼。 工人会定期检查水质氨氮,以及PH值,确保罗飞的鱼身安全。 一旦数据超标,就要放闸换水。 市面上的罗飞很多眼睛发白,一般都是高密养殖,水质污染引起。 吃饱喝足后,罗飞鱼慢吞吞地回到糖底养雕。 没有鱼镖,它们需要不停游动保持平衡。 长期的运动,成就了肉美价廉的鱼肉。 几个月后,长到商品鱼规格的罗飞,被人打捞上岸。 一部分配上冰块,送到市场工当地人享用。 一部分来到了加工厂,经过去投去内脏后,销成没有骨头的鱼排,眼销海内外。 一部分罗飞则可以多活一段时间。 它们被送到清水池修身养性。 工人除了给它们提供干净的池水,不会给它们提供任何食物。 忍急挨饿十几天后,它们清减不少,但鱼肉没有了鱼糖生活带来的泥腥味。 肉质也更加鲜美。 经过这次减肥训练,它们的身价能高出一倍。 这就是所谓的吊水罗飞。 作为鱼类中的小强,罗飞还能试验海水,而海水养出的罗飞肉质更加紧实。 售价也较贵。 感谢观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